我们上节课没录完,我做一个小节 我们最重要的两个事,今年呢 就是一,行政,换届 然后,注限了一个暂时性的结尾 但是往长期来说,认中而道远 并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说初级,中怎么样,我们都说过了 然后呢,就是这个文艺 包括如果说细节 就是对于核,这个酸,是吧,检测 我们也能对得上 有些人还是不信 我们再看看前面的 说去年是什么挂箱,过来了 去年就是山火壁 山火壁呢,表面风光 我们这次文病呢 阶段性的 其实在去年,本来出告 结 就是最大的这种事儿 前年年底发生 是地火明义 那个火呀,在地下 所以太阳还没有升起 这个仿佛就是周文王 究竟在游里 要经过好长一段时间 尤其到了最上摇 越来越阴,越多越阴 惶惶不可见中人 就仿佛太阳刚落山 一直在路,一直在路 要过一个整个的冬天 那自然也会起来 也不要担心 那我们再看 是不是就可以可见一半了 这个挂之厉害 那当然呢 很多事情 说国嘛 大的事情 都能测 我们古人 少庸 我们医学界的皇帝 给我们留下了这些珍宝 那我们 可能对这个 很多人还好奇 对于明年呢 我会在年中 夏天年初的时候 再给大家解读 它这个是 怎么一个测的 有些人很好奇 我们不展开太多 但是简单说一下 就是它根据64挂方圆图 它这个排列顺序规律 那初面 刚开始呢 它是不用的 是用这个六腰之变 变腰 就变成了 又出了六个挂 又出了六个 六个 六个六个六个 然后到最终呢 那个十呢 它十进制的时候 它就 展望了 用这个规律 因为这个规律 规律时常在 有什么规律呢 就说这个 六四挂 按照这个 顺时针的 熟王者 逆 直来着 顺 然后 熟王者 顺 直来着 逆 它是根据这个 是乾坤 坎 坎离 四个弓 四个正位 先天之正位 它用的都是先天之数 然后 划分 是太极这样转的 而我们 数挂的时候是这样转的 它内部是这样的 每个弓 分成四个 板块 我们 以后啊 会解释更多的三元九韵 还有这个 中医学上的那一套 大四天 很快就会 大家介绍 细节呢 可能以后 真有医学的爱好者呢 我们 线下 再授课 先上呢 因为老是这样下去 我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千两步多了 好的 游想系统 细节 求问的 或者说 学习的 可以私信我